一个鱿鱼游戏风行全世界 这个游戏为我们展现到 为了金钱或生存 人性可以几黑暗 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戏的专家 我们在英国统治下生存 我们在中共统治下生存 我们经历过7387股灾 89民运 金融风暴 03沙士 金融海啸 一射遇散 都生存到 这次游戏又怎样呢 GG Channel 一个全新综合的娱乐时事频道 为你们记录历史 见证时代变迁 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GG Channel 事播开始 Patreon的朋友可能很疑惑 为什么会有GG Channel的开头呢 因为当我准备今天的新闻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Twitter 看到这件新闻 我很想做一个专题 也希望放在GGG Channel 也很适合放在GGG Channel 但是 我又要平衡Patreon的朋友的利益 我不肯定能不能播放在Patreon 所以这段影片 最终会放在GGG Channel 但是Patreon是优先的 Patreon是优先的 希望平衡到大家的支持者 和GGG Channel的朋友 多多包合 没办法 因为人只有一个 今天在Twitter看到一个帖子 我觉得很绝望 很绝望 会让大家想起 2019年的时候 很多的手足 年轻人 他们 或者见过一些专访 访问一些年轻人 他们上街之前 他们写定遗书 那种沉重感 今天说什么呢 今天 说一个 中国的维权律师 尚伟平的故事 可能有些网友觉得 可能有些网友觉得 我们说回香港那边 但是 我觉得 第一件事 我们看到 我们要看看 这个国家的法治 是多么匪夷所思 我明白 大家都知道有多么匪夷所思 但是 你真的看到那个证据 你是真的打开眼界 第二件事 我觉得 at the e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无论香港的抗争者也好 中国抗争者也好 我们都在面对同一个极权 所以 我们 虽然是渺望一些 的确 有一些中国人 他其实是想为民主自由抗争 甚至是声援香港 既然有这样的 case 而这个 post 都在tweeter 都出来了 我觉得 都值得他做回一节 专题 去谈论这个常卫平律师 大家都 所有 争取自由 民主 公义的人 其实 无论你在中国好 香港好 台湾好 或者世界各地都好 你都在面对中共这个极权 好了 今天再讲一次 今天讲一个 常卫平 维权律师的故事 刘华雪 今天在tweeter 我都很建议 亦都很希望大家 去follow 关注 常卫平太太的 不是 常卫平律师的太太 叫做陈子娟 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的 左边这位 她是个小朋友 当然是更加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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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说更加惨 总之就有个小朋友 和有个太太 好了 她的太太 叫做陈子娟 她的tweeter 叫做陈子娟 她的tweeter 库着常卫平律师的太太 她在昨天 7月25日 出了这样的tweeter 现在我的车周围围满了车 我的车周围围满了车 有公安 特警标记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这里 特警标记 还有社会车辆 刚刚还有穿着防化服的人 来敲我的车窗 天已经黑了 请大家关注我和孩子 及我母亲的安危 现在是什么年代 但在中国的角度 其实又不断地发生 你不是说黑社会被恐怖分子 他也不是什么恐怖分子 只是拍戏 被杀手追上门 他是被警察围 而这样 他真的不知道 之后会如何 这些故事 对上几十年 我们真的听了无数次 亦都知道是真的 因为中国是一个不见天日的黑暗地方 但是经历过19年之后 这件事是近到这样的 然后你又想回 这个公民货 要你三年之内去中国考察 然后不断地叫你们上前来 上大湾区做事 各位父母 你们自己想 好了 那为什么呢 昨天他太太 是不是怎么坐上 你觉得会不会怎么坐上 因为 我们看看这份 出庭通知书 就是 这位的常卫平 他将会今天出庭 所以 他的车 他车 就要被人围 就不知道要送他去哪里 可能怕他乱说话 可能不让他对外说话 这个就叫做陕西省 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出庭通知书 我院受理 保鸡市人民检察院 指控被告人常卫平 犯颠覆国家证券一罪 在2022年7月26日上庭 不公开审理 特此通知 不公开审理 多有法治 你审都不知道什么事 是吧 那我们讲讲这个常卫平 究竟是什么人物 很年轻 84年 就是 还小 那两年 但是他的经历 简直是 难以形容 他是中国维权律师 他本身不是读法律 他是从庆读大学 之后他读化学 然后做不同的东西 他84年出生 去到09年 大约是 八四零九 即是25岁的时候 他自己读律师 他自己读律师之后 两年之后 考试成功 再三 再两年之后 就拿到律师资格 十三岁的时候 即是29岁的时候 就拿到律师的执照 然后他就在陝西 开始务所 你在中国 你好地地 你帮一些权贵打官司 就好了 他专举办公益事 公益案件 敏感案件 哇 那些沉人知事案 所有的沉人知事 是怎样的呢 大部分 都是 有些市民 他见到不公义的事 那就被你 保安 不就是被你公安 抓住了 说你搞事 是吧 即是跟香港一样 沉人知事真的非法集结 就是 是吧 你出来示威有行 不就是抓住他 OK 所以你怎么看到 香港越来越多 什么 集警 非法集结 就好像中国 那么多沉人知事 毛石413 沉人知事案 毛石访问黄金帝 沉人知事案 南京黄健 沉人知事案 焦作李玉峰 这件事稍后会讲 沉人知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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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江苏昆山访问 访问 即是上访的事物 他就是这样 给你上访 上访即是八虎秦案 哎呀 大人 请冤 沉人知事 就是这样 好了 到了2018年 他经意被停业 即是他执业 只是四五年左右 就经意出事 一停业 停三个月 然后他的事务所 就被注销牌照 一年之后 三个月停满 他可以继续执业 十几间律师行 就和他谈 不是谈过十几间律师行 谁知 不是突然间签业的时候 不签了 又或者 突然间签完之后 你签完要去注册 要去司法厅 十分钟之后 律师行跟他说 不好意思 我不请你了 是这样的 你想想 这个 中国的司法制度 到了2020年1月的时候 他被警察带走了 注销了他的律师证 然后 到了 两天后 他太太接到保鸡局 保鸡的分局 打给他 说他危害国家安全 一个律师 参与这些 尋人知事案 维权 结果他是危害国家安全 其实都是 你们有明白的 为什么他危害国家安全呢 因为这个国家 现在被这个极权管治主 你被很多市民 发现到这个社会的不公义 这个制度的不公平的话 那他会怎么样 他会寻求改变 这就危害国家安全 他不是危害国家安全 他危害你这个共产党政权的安全 好了 终于到2020年1月23日 取保候审 算是被保释 到了3月的时候 他开始录YouTube 他真的不懂得死 他在YouTube上面 有个叫做 翠宝日志 他用一个YouTube名字 叫Danny Crane 这个YouTube channel 就去到去年 竟然没有更新 当然很简单 因为他去年 竟然限制了自由 好了 去到2020年的10月 就失联了 2020年的10月 也是那时候开始 差不多那时候 就没有再更新 YouTube 常卫平的太太 接到一个姓张自称警察的电话 他说常卫平 因为犯罪被指定居所 监视居住 OK 那就是禁固了他 禁固了他 然后他收到 监视所通知书 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 这个是2020年的10月 去到2021年的4月 就是监禁了半年 对吧 被这个中国政府 禁固了这个市民半年之后 先进行逮捕 先下车 OK 这个叫逮捕通知书 这是2021年的4月 去年 去年的2021年的4月 好了 那刚刚 下车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先说 我们将时间推回落差车之后 好了 落差车之后 他太太 唯有出来 去寻求公道 OK 他太太 就连接 常卫平 他竟然有维权律师 就变了被告 他要再找个律师 这个世界真的这么瘋 这个中国真的这么神奇 在这个极权的地方 总有些人 仍然是不懂得死去追求公义正义 其实你也解释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这个上天告诉你 在多么恶劣 多么不堪 多么腐难 的政权之下 都有人 是愿意牺牲生命的 也这么说 其实香港有很多 中国也有 常卫平 他有一个律师 任全牛 任全牛 大家一定有眼像 任全牛 任全牛 是帮过十二港人 十二党人 他当然也完全解固了 他现在有没有失联 我不知道 OK 好了 他去到陕西省公安厅 就说什么呢 因为 这个常卫平 他被禁锢的时候 他是受过酷刑 好了 任全牛 和这个 另外一个律师 叫包龙斯 包龙均 所以说包龙均 包龙均 再加上他太太 就去到陕西公安厅 提出控诉 就说他遭受酷刑 好了 接下来 检察院 即你当是律政司 检察院就说 你说被酷刑 你说要告酷刑 这些事情 不关我检察院的事 麻烦你去监察委 就是你 就像黑警 黑警 黑警的濫用私刑 也是人所共知 当你去投诉的时候 不关我 警察投诉科 然后去监警会 然后不受理 谁知道 陈子娟 他在网上 上传出了 一个检察院的范围条文 证明 如果在审讯期间受到酷刑 是你检察院的管轄范围 那又怎样呢 检察院就说 不关我事 其实跟香港现在没什么分别 你那个警察通例里 说明你要出个红号 你要出个委任证 你那些催泪弹 你不可以平射 结果就全部做完了 一样 好了 然后律师就说 我见到常伟平 不给见 然后就开始变成了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 欧洲律师协会 竟然传讯给习近平 叫他放常伟平 挺好笑的 除了刚才说的尋人之事之外 他真的怕自己不死 性侵案 爱知歧视案 侵犯女童案 全部他都会帮的 好了 这个就是说他们想去投诉 今天陈子娟接受访问 他还可以接受访问 几个月之后 现在就真的不知道 现在出了这个post 他被人违远之后 真的不知道 当时他还在接受访问 那总有 怎样呢 讲述整个经过 他就说去陕西省的人民检察院 提诉两个问题 其实是很悲哀的 你的检察院就是这样 一个就是超级拘留 这个跟十二港人差不多一样 根据中国法律 逮捕之后两个月 你就要说是否起诉 结果他由4月7日被逮捕 去到6月6日没有任何讯息 跟十二港人不一样 所以你讲什么中国依法 中国宪法 说中国法律就是搞笑的 就是好笑的 好了 没有任何消息 OK 那 这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这样 第二件事就是剥夺了律师辩护权的问题 当然了 你讲这些也没意思 好了 去到2021年的时候 就世界 就是刚才说过 成为了国际关注的新闻 也颁了一个人权律师奖给他 在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 中国人权律师节 除了颁给他之外 的常卫萍 也颁给丁家喜 丁家喜也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样子 OK 这个就是丁家喜 好了 当他们两个得奖的时候 常卫萍的小孩 他就帮个 帮个爸爸拿奖 他就说我今天终于知道 我爸爸在人家眼中 是一个英雄 丁家喜就由太太代表他发表 他说这句话 中国的人权律师一日没有自由 中国就一日没有人权 OK 究竟他受了什么的虐待 这个是常卫萍 他太太接受过访问 他说在这六个月里 他指定一个监视的居所 首先 他要连续11天坐老虎椅 我看看老虎椅 我看看有没有照片 就是在椅子上绑住 这个我们不会看到片 不会看到照片 我这里我不说了 我们先当信他太太 连续坐六天 令到他屁股都坐懒 手指都麻痹了 长时间疲劳审讯 剥夺睡眠 长时间饥饿审讯 一餐饭一个馒头 吃不留没饭吃 还要看你配不配合六口供 配合就好些 整个月没残牙 洗澡要批准 这么多月里洗澡不超过五次 喝水去厕所都受限制 六个月没剪指甲 另外他要逼他签字 如果写得多就有肉 长时间被他精神折磨 欺骗威胁 四十次不留都被监视居所 全部做事都事先训练好 被逼落口供 假口供 拍片那些 我们看到一万八千次 那么 他说 这几十天里 生不如死 根据常惠平的言话 他说 就要把你变成一只听话的狗 他说 你这么久没死没瘋 他都觉得已经赢了 出来之后 仍然继续受到威胁和恐吓 叫他不要跟律师说有什么酷刑 不是对他没有好处 这个就是常惠平律师 首先说他参与了一宗案 这宗案就是2014年 叫河南省的招作案 这宗案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其中一个警方 很好笑 有个所谓的嫌疑人 当然 张维平想代理代表他们 这个招作史的公安 要求律师提供他和证人说的通话记录 这个真是细菲 真是很臭 即是说 警察和律师说 你和证人说什么都给我们 真是 我们容易认知的 什么保密法 什么客户私隱 你在中国面前 你真是混血 他直接要传召张维平律师 叫你将你证人所说的东西给我们 有什么证据呢 这张就是当时2014年的召唤证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港刑法訴訟法第117条 你一个传召涉嫌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嫌疑犯常卫平 那时他是律师 他变成杀人嫌疑犯 各位网友 Welcome to China 一个无法无天的角度 而去香港 融入大湾区 好 这里很希望 常卫平一家 能够 能够 祝福 只能够这么说 等于我们只能够祝福 所有受苦受难的 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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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节目差不多 希望你们 多谢你们收看 收听这些话题 希望你们喜欢 下次再见 谢谢 拜拜 支持我的节目 订阅 订阅 Patreon 多谢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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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